老年忧郁症在老年精神科门诊是很常见的诊断 长辈可能因为遗传性别或者是有一些身体的疾病 导致大脑出现变化 造成内分泌不均衡 再加上年纪大的时候 经常会有生活上失落的事件 比方说生活比较没有重心 或者是自己的好友们随着年纪大而离开 当出现有难过的事情 或者是说自己的身体产生疾病 也会让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 导致情绪受到影响 老年忧郁症常见的诊断 可能从比较轻微的心情比较低落 容易烦躁 生气这些不耐烦 担忧等等 那造成他对于生理上像是胃口不好 晚上的睡眠 有障碍这些状况 慢慢减少了他的一些活动 那比较严重的时候 可能也会影响了他原先的身体的疾病 造成他比较没有办法配合医生的处方 又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老人忧郁症的诊断跟年轻的忧郁症并没有不同 都还是以忧郁的情绪 失眠 食欲不振 负面的想法 体力变差 但是对于老人来说 他还会有一些特别的表现 最主要的 他可能会有许多的身体抱怨 比如说他可能会觉得头痛 胸口 肚子不舒服等等 但去了许多的内外科检查 却找不到任何的病因 最终才确定是老人忧郁症 根据国务院研究指出 有高达百分之十六点三 五十岁以上的国人罹患忧郁症 但其中超过七成的病友 并没有接受精神医疗的协助 忧郁症是指低落的情绪持续太久 导致日常生活功能受到影响 而老年忧郁的症状还包括容易生气 经常抱怨身体不适 记性变差 睡不好 吃不下 容易疲累 以及总是用负面的角度来看事情等 而老年忧郁就医比率不足三成的原因 常常很难被发现 有关系 因为老年忧郁的症状 常跟生理疾病大幅度的重叠 而且他们比较倾向去抱怨身体的不舒服 不太容易把心情低落说出口 另外随着年纪增长 老年人的共通能力也会慢慢的退化 而照顾者也比较容易去忽略忧郁症的存在而导致 老年忧郁症的致病激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基因遗传的影响 脑部的组织异常 神经传导物质的不平衡 过去创伤的生活经验 不活泼的生活习惯 近期重大的生活事件 譬如说丧亲 退休 经济因素等等的社会压力 那多面向的生理 心理 还有社会因素 彼此互相影响而导致了忧郁症 另外一个老年忧郁症常见的症状 就是常常会出现一些莫名的身体不舒服 然后到处看医生检查却都没有问题 拿了很多药 也没有吃 但是还是很担忧自己身体有没有状况 就所谓的绿病现象 那有些老年忧郁的患者 长期追踪下来 可能也会伴随一些认知功能的改变 甚至慢慢的变成失智的可能性 除了用药物来治疗脑中神经传导物质的不平衡 也需要配合心理的治疗 还有像运动或增加社会的互动等等 非药物治疗的介入 那值得注意的是 老年人往往需要比年轻人更长的时间 才能对药物有所反应 也常常需要较长的时间 才能够来达到临床上症状有明显的改善 老年忧郁是可以透过精神医疗的协助 而获得改善 甚至是痊愈的 忧郁症的治疗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也可以根据个案个别化的问题 来搭配心理师或社工师来进行心理治疗 或者是家族治疗 医师提醒老年忧郁症不是正常的老化 如果不及时治疗 会提高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家中长辈若出现忧郁相关症状 应先给予长辈同理和倾听 恢复人际互动和日常生活功能 帮助长辈再次找回生活重心 TVBS新闻罗士鹏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